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被称为深圳烂尾楼王的邦德花园 位于南山区南投街道 周边有地铁一号线大兴地铁站 西边是大型社区新海名城 南边是大兴小学 距离南投古城1.2公里 步行16分钟 邦德花园是南山目前面积最大的烂尾楼 烂尾期间土地增值100倍 2004年 深圳市政府承认定52座烂尾楼盘 其中最著名的烂尾楼盘 就是深圳市南山区南投的邦德花园 这个楼盘 身处房价领军全国的深圳南山区黄金地段 1998年始建 从2000年开始烂尾至今 长达23年 其间 曾在2006年试图启动盘活 却无疾而终 如今上百名业主住不进房 也拿不到赔偿 同时 在盘活过程当中 深圳市相关部门发现 该楼盘涉及巨额国资流失问题 由于牵涉各方利益 项目盘活难以推进 在深圳南山区 前海路和南投街交汇处的邦德花园 附近房价每平方米8到13万元 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 却聪立着几树破旧的房子 急于空地成了临时停车场 停车场工作人员说 这个楼荒废超过20多年了 老板一房多卖被抓了 回溯邦德花园建造室 开发商为核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是由三家公司 深圳市佳品公司 深圳市邦达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金城房地产开发公司 以合作建房形式报批成立 如今邦达实业更名为华智公司 1998年9月 何耀公司取得邦达花园用地 2000年8月建成 同年9月取得预售许可证开始预售 但当年何耀公司董事长 因一房多卖 诈骗几十位小业主购房款 被法院判刑 项目被法院查封 楼盘建设停滞 雪上加霜的是 佳品公司和金城公司 2001年向深圳市工商局举报 何耀公司成立时 是在他们未知情 未出资 意味签署任何文件的情况下 被工商管理部门错误登记为股东 声明与何耀公司不发生任何关系 并宣布退出何耀公司 另一个股东 华智公司 也于2001年宣布退出 将股东权益 转让给惠州市东华实业有限公司 挂名股东 虚假股东 脱离何耀公司之后 从2001年8月6日起 何耀公司又继续经营了近两年 在邦达花园项目投入了近千万元 直到执照被吊销 项目烂尾 2004年 深圳市认定包括邦德花园在内的 诠释52个楼盘为问题楼盘 并制定优惠政策 推进盘活 自此 多家公司围绕邦达花园展开角力 2006年11月 何耀公司与精益公司签订了致幻协议书 约定由精益公司 盘活邦达花园 这时 佳品公司现身 凭借占有邦达花园30%的建筑物权益 以及隔壁八栋旧厂房所占地块权益为由 要求捆绑开发 并作为盘活主体 2008年10月 由深圳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等 9个部门组成的邦达花园问题专项工作组 表示 因为何耀公司属欺诈违法成立的公司 只能进行与清算相关的工作 因此 精益公司和其签署的合作协议书 没有法律效力 佳品公司得到了南山区旧改办的支持 2009年 佳品公司将1000万元资金 汇入南山区法院账户 用于支付何耀公司案的执行异议保证金 但何耀公司并未放弃争取利益 其对外表示 当初因佳品公司以股东身份被假冒提起行政诉讼 才导致吊销核药公司人业执照 如今 佳品公司却要以核药公司股东身份 组织清算 没有法理依据 华智公司也表示 华智公司是最大股东 核药公司清算 应由我们成立清算小组 故事发展跌宕起伏 2011年 当深圳市政府决定 由佳品公司作为邦达花园开发主体时 又爆出了佳品公司涉嫌 隐瞒 侵吞 邦达花园等三处价值 近10亿元的国有资产 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邦达花园浪尾长达23年之久 围绕盘活主体 土地全属 纷争始终停留在政府协调层面 没有进入司法程序 邦达花园究竟何时能彻底解决 就连官方都无法得知 深圳遗留的烂尾楼 大部分是上世纪 90年代 房地产过热 或金融风暴的产物 也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初期 不够成熟付出的代价 按照深圳市官方解释 深圳房地产项目 无法完工 一致烂尾 有以下原因 一 是在建楼盘 开发商已经破产 二 是项目缺乏建设资金 三 是项目涉及经济纠纷 四 是开发商违法 违规导致工程停工 我们可以看到 邦达花园是一座临街的七八层高独立楼洞 新刷过的外立面粉嫩鲜亮 楼前放着艺术感死足的广告牌 街道上人来人往 乍看与普通社区无异 很难将它与烂尾楼联系在一起 而且是在深圳的新贵片区 前海 它是2000年 邦达花园建成的 A型住宅楼 A型商铺和 B C型住宅 至今未见 房子 在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 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尽管近年来房价狂涨 依然有很多人家 为了买七房 花掉了自己一生的 全部的积蓄 或许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具体数量 但在中国裁判文书网 输入烂尾楼关键字 显示近十年内 相关文书一共12501篇 其中民事案件 9562篇 一审6014篇 假使每篇文书所涉及的烂尾楼 都只有一栋 每栋以六成 共24户计算 那么中国至少 有14到22万户家庭 被烂尾楼困扰 这些人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希望不久的将来 会有更健全的法律体制 帮他们找到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